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户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贾跃亭创办的电动汽车公司宣布任命毕福康博士为全球CEO 同时FF创始人贾跃亭将辞去原CEO职位 贾跃亭在微博对此回应 贾跃亭称感谢毕博士在FF关键时刻加盟 之所以放弃一切只为把FF做成 尽快彻底偿还余下的担保债务 全力以赴实现梦想不遗余力 在上海检察院宣布冯新被批捕约17个小时之后 公司才发布公告对市场披露该事项 在此之前身交所的关注行已经发布并声称冯新被拘 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压缩运营成本与维持日常经营的稳定 近日网络上出现一幅课堂行为分析视频 画面里的学生正身处教室 教室里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监测 他们睡觉举手帕桌子和阅读次数 这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称学生没有隐私和尊严 况是表示技术主要用于智能校门 教室门及宿舍的出入 方便学生安全出入校园 在某头部二手教育平台上 搜索换脸是可以检索到爱换脸 价格最低换脸和集等卖家打出的消息 以上在沟通后发现 平台所受的是为明星换脸的不雅视频 网盘发货在线观看 打包价49元 在一些与Air换脸相关的QQ群内 还有一些卖家称可以传授AI换脸技术 华为IFA2019大会将在9月6日于德国柏林举办 届时华为新一代麒麟芯片 麒麟990芯片将在德国柏林IFA2019大展上首发 麒麟990采用7nm Plus EUV工艺 使用全新的Cortex A77架构 主要会是4加4的大小核心设计 诸典兰益 炭彰考量 寫新的Cüp